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681集 你听懂了吗 夏大军握着拳头不回答 后槽牙紧紧咬针 这女人好可恶 她为啥要听她的 除了亲妈 夏大军没向任何女人低过头 女人还能骑在男人头上拉屎 在她老家乡下 那简直是闻所未闻 关惠娥冷笑 你要是觉得我说了不算 你大可以试试 我也鼓励你试试 惠娥 谢云从康尾病房前出来 原来你在这里啊 小伟她二叔 想要请京城的专家过来看看 你说叫谁比较好啊 这年代 最好的一生肯定是在京城 谢云也听见了别人的议论 关惠娥谈话的这个人 是不是夏小兰爸爸 谢云没问 她懂基本的礼貌 给关惠娥留面子 只当看不见夏大军的存在 请乔永奎教授吧 关惠娥瞬间就想到了一个专家的名字 乔教授不太好请 她主要负责给领导们看病 谢云之前哭完了 知道自己必须积极面对 康尾的伤势 她也询问了这方面的信息 知道乔永奎是相关领域的专家 我试一试 先给京城打个电话 关惠娥专注着和谢云交谈 就顾不上夏大军这边了 夏大军听得云里雾里 这女人咋话说一把儿又跑了 刚才还很凶 她推着轮椅在医院乱转 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就扯着人家问 同志 是不是有个姓乔的医生 专门给人看脑子的 很厉害 我听说是京城的 还是个啥教授 男医生想了想 哦 你说的是乔永奎教授吧 他是神经内科的这个 男医生一边说一边竖起大拇指 夏大军很激动 对对对对 就是乔永奎医生 想请他来鹏城看病 行不 给他打个电话 男医生用看傻子的眼神看他 同志 乔教授是专门给领导们看病的 我可没有他的电话 也请不到他来鹏城看病呢 那啥样的人 夏大军话说到一半 自己就住了嘴 乔教授是给领导看病的 那当然是领导才能请动他 像汤市长那样的领导 小兰那丫头认识汤市长 他究竟找了个啥样的人当对象 夏大军后曹牙咬得死紧 却不敢划着轮椅去找官惠娥 他想起来自己和刘芬离婚的事 七景村那个陈旺达村长 从前是打过仗的 村长有多厉害 夏大军比任何人都清楚 比村长更大的官 是乡长县长还是市长 夏大军搞不清楚行政级别 他就知道杜兆辉那么有钱 到了鹏城 还不是要乖乖听汤市长的话 光惠娥露出来的一点点背景 让他刚才的威胁变得格外恐怖 光惠娥说的没错 夏大军有时候又一点都不傻 他很怂 性格上的怂 让他连质疑夏老太偏心都没胆子 何况是去和大任务对着干 他灰头土脸的找到杜兆辉 简直抬不起头来 大少爷 我没办好您说的事 是啊 像个废物一样 杜兆辉早就知道夏大军除了有蛮理 脑子里装的就是江湖 但这他妈的是不是太傻了 亲生女儿都不了解 我听说刚才有人去找你了 夏大军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就是医院的地面贴着光洁的砖 夏大军无处可躲 他把光惠娥说的话讲了一遍 心里也隐隐其望杜兆辉会当他靠山 杜兆辉面色古怪 说到你家里面的人啊 刚才有个人跟我说 有人说是你侄女哦 还找到公司在鹏城的办事处来啊 杜兆辉很讶异 原来夏小兰未来婆婆也在医院 还为了夏小兰去威胁夏大军避壤 这就是夏小兰不想合作的底切 不仅搞定了男朋友 连未来婆婆都这样喜欢她 没觉得夏小兰的出身丢人 愿意替夏小兰解决麻烦 杜兆辉现在满脑子里想着这事 对于夏小兰那个男朋友身份的猜测 渐渐落实 只会比康家厉害 最差的也是和康家地位差不多 夏小兰的婆家给力 夏大军一个农民 肯定不能和对方斗 杜兆辉也不可能为了夏大军 又去结下新的仇人 至于夏大军在老家的一堆农民亲戚 杜大少爷是什么样的人物 见夏家人是不可能的 哪怕夏大军的侄女 和夏小兰一样漂亮 杜兆辉都没兴趣 他现在的注意力 还放在这次麻烦上 杜兆辉没有表态要支持他 夏大军就不敢再提这事 他的注意力 马上被杜兆辉给转移了 我侄女 难道是紫玉来捧城了 可紫玉又是咋知道 他在捧城的 夏大军满心疑惑 大少爷 我能见他不 杜兆辉挥挥手 他现在看着夏大军野心烦 最好别在他面前晃荡 张荣集团在捧城有一个分部 这还是原本刘天权的天臣办公楼 杜兆辉一来捧城 就把刘天权的地盘给接管了 重新收拾了一下 就成了张荣集团在捧城的办事处 其实王金贵他们比夏紫玉还先到 可这些人都没出过远门 到了阳城就被卡住了 办不了边防证 夏紫玉到底是大学生 有见识也能想想办法 他是花钱找人帮忙 偷偷入关进入鹏城的 到了鹏城就更好办了 他只要打听 争荣集团就行 问一个人不知道 多问几个 总会有人听说过这个香港公司 功夫不负有心人 夏紫玉一路问到了 争荣集团的办事处 他说自己是夏大军的侄女 而夏大军跟在杜先生身边做事 是来找他书的 别人也不会把他赶出去 夏紫玉瞧着 也是说话斯文有文化的 公司的人就让他坐着等 做生意的人讲究门面功夫 刘天权原本就将办公楼装修的金币辉煌 杜兆辉接管后还进行了改造 夏紫玉坐在椅子上 喝着前台送的饮料 打量着四周的环境 心情真是太复杂了 他一方面不相信夏大军都能发达 一方面又基本上确认了 夏大军是真的跟在香港老板身边办事 要是老板身边没有夏大军这人 前台咋会给他倒饮料盒 看来他这一趟棚城没有白跑 就看二叔最终能给他怎么样的惊喜了 夏紫玉满肚子的打算 在看到夏大军坐着轮椅出现时 都变成难掩的惊诧 二叔 您这是咋了 哦 您一下